昨天我看到他们的Facebook有几百个回应 我都很开心 虽然赚不到很多金钱 但赚到很多朋友和美好的回忆 这间换林粉面食店 在中央图书馆旁边 除了是不少学生哥的透气位之外 这里的沙茶帐 更加是不少街坊和上班族的字外 最近就有黄仁学生哥在这桌上 说小店在10月中就会结业 大叹可惜 不过老板就计划 加一成租都只是次要 最主要的理由都是这一样 自己身体不太好又不太好 可能年纪有些少大 心脏不太好 有些心度不正 变成如果我们两夫妻这样做 应付不利 想起10年前 老板就看中了这个档口 当时他觉得买咖喱鱼蛋不够特别 加上有厨师朋友的建议 最后他就决定买自调的沙茶酱鱼蛋和小食 用几样沙茶酱鱼蛋混合而成 另外经爆锅煮蒜蓉 只招呼这个酱鱼蛋都过几钟 这十年来 他们每天都做足13个小时 每个月只放两天 做的是几元生意 不赚得多 12前5元买到现在都是8元 但是送来我的来货价 不知道交了多少次 我都不知道 所以有些东西不是为钱的问题 有时觉得做都挺开心的 可以求到生活就算了 我经常经过这条街 有时補完集团就会经常来买 我还有就是 我亲戚在这附近的学生 他都说这些东西好吃 都推荐我来试 初初上班就发现这裏有一间拌面 试过一次之后觉得好吃 之后一直都要光顺 不过老板就说 虽然自己都已经成60岁人 但是他都很不舍得一班熟客 都希望在身体好一点之后 再去密室一些比较便宜的铺位 看看到时有没有机会重开